你一天我一天走 怎麼走那邊有 我沒要跟你大小小弄什麼 民眾在外租屋 房屋有問題找房東理論 想不到一言不合 跟不滿意雙方的處理方式 發生爭吵 十幾年 十幾年 你自己去看他 你自己去看他 怕的是你怕他問 你就要去修理 這樣說我講那邊有 房客在網路上指控 說當時找房東理論 水龍頭會漏水 但房東卻說 你們用壞的自己負責 因此房客找人維修 花了2100元 問說能不能從租金裡扣 房東回說沒給收據不行 雙方才會發生爭執 剛才八十幾年 我怎麼說下的 剛才三天的時候 下的這個我給你負責 這是合情合理 對不對 剛八十幾年 剛才十幾年 他還要把他挑戰 要挑戰 實際來到現場 房客目前還沒有搬走 已經出門上班 房東則極力澄清 說明自己不是惡意刁難 認為房客遇到問題 第一時間就該提出 我說你來鄉君 他是在盤子 我說我趕快拿給你 這樣說沒力 他也沒力了 他說幾天怎麼不夠 你這樣說不夠 你這樣換他說不夠 雙方各說各話 目前還沒取得 房客的當面回應 不過房客在網路上 PO文指證立立 並留下一張紙條 對房東說 一切都是依法規辦理 房東則是出面 努力還原事件 不過這段爭吵影片 已經在網路上流傳 雖然沒有真的訴諸法律 但已經引發民眾議論 記者林中正周世平桃園報導